中華民國112年12月1號星期五 又到了我們的週末囉 好12月的首日 然後又是一個週末 我們迎來重量級的貴賓 也就是我們的地表最強的 金馬厚分析音頻達人迪亞 希望大家上個禮拜看轉播的時候 看得有開心 有驚喜 有驚嚇 驚嚇也不要驚嚇太多 好這個12月又是我們的重量級的大月 為什麼呢 也很多歐美人士都會把12月就是開始 其實感恩節後 他們就無心上班了 因為就覺得耶誕節要來了 然後白宮的聖誕書也都布置好了 有很多人都要去白宮嗎 沒有啦應該是沒有啦 我們應該不能夠任意參觀白宮的 好擁抱希望傳出愛 我們中廣呢 從2009年開始呢 已經連續第15年了 然後都有這個耶誕節送愛心 送暖的資助計畫 今年呢 我們要幫助的是 大家應該比較有 我們有一次在介紹這個單位 是紅心智慧 也是我們旅行導演的爸爸 他創辦的一個紅心智慧 那這一次是要資助這個 弱勢兒童營養餐費 還有兒少生活輔助計畫 為他們重複這些基金啦 希望大家 你們在買椰蛋禮物 買椰蛋蛋糕 然後買椰蛋的那個精品的時候呢 我們也可以一起幫助 弱勢小孩 弱勢的需要幫助的朋友們 那非常感謝 今天的首日呢 我們的好朋友 台湾農農库外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的 農農金吸水 金棚毛金組 我剛也是在想金棚 他說應該要台語發音 金棚 棚松的棚吧 應該是這樣子念對不對 金棚毛金組 那這一次呢 農農公司 農農库外股份有限公司 他提供的是有 大尺寸的浴金 金棚毛金浴金紙 還有呢 一般的長的毛巾 還有日本風的印花毛巾 純砂的 純棉砂的 你知道小孩子 有帶過小孩應該都知道 就是那種 他們要擦口水的那種 都是要純棉砂的 好 非常适合老人跟幼幼小孩用 還有呢 這次還有加送了什麼呢 四雙有機棉的棉袜 谢谢農農库外股份有限公司 也非常感謝 參與我們這個 擁抱希望傳出愛的 豐友們 那又到了週末了 應該會有非常多的大片會出現了 往年感恩節或者是耶誕節 都會有這種賀歲系列 不知道今年有沒有 好 現在就來看我們的票房排行榜 來 第十名 下一球勝利 那這個是拍過雷神索爾 第三集 第四集的 來自南半球 這個大洋洲的名導演 塔伊加維迪提的新作 那當然聽著名字就知道這就不可能是漫威的騙子了 那我們都知道說呢 這個大洋洲最著名的兩個國家 一個紐西蘭跟澳洲嘛 兩個都是從這個大英國邪喔 那樣子的地方出來的 所以大家知道他們那邊的人就是非常瘋 某一種運動叫足球 那所以呢 這個片子呢 也是跟這個足球的主題有關係 然後找到了X戰警裡面 有萬死亡的這位 麥克法斯賓達 在裡面有一個教練 那喜歡看運動電影 然後裡面有一些有趣的溫馨的這個內容的 觀眾朋友 你們就可以來欣賞一下下一球勝利 本週的第九名叫做三十日 那這個片子呢 就是個韓式的浪漫愛情喜劇 那不過男女主角絕對不是從那種 我愛你你愛的要是要我開始喔 那一定是一些 呃 剛開始看互相不順眼 然後要互相整來整去 到最後才會發現彼此真的很愛的這種內容喔 那這個片子呢 聽說在韓國的反應還不錯 那這就是本週第九名 本週第八名 哇 他終於到第八名了喔 還在前十名 但是已經掉到第八名了 也很厲害了 這個片子呢 就是十月初就上演喔 一直到現在拖了兩個月 還在戲院裡面的 宮崎駿的最新的一部動畫長片喔 倉鹿與少年啊 我們恭喜他在台灣賣得非常好 慢慢的工程升退了 本週的第七名 大家如果有看上個禮拜的頒獎的話 就知道這個片子是今年的最大贏家喔 那真的是最大贏家 沒有之一 也是迪亞說最佳劇情片的遺珠 不過有的確在其他獎項證明了他這個全片的實力是非常的平均 是第七名就是老狐狸 我們該的是第七名 Lucky7的老狐狸 然後這一次金馬獎的這個四項得主最大贏家喔 那就告訴大家 如果你看到入圍名單上面 你沒有入圍這家劇情片 你也不要太氣餒喔 老狐狸就證明給你看 就算沒入圍這家影片 仍然可以成為今年的最大贏家 而且還得了這家導演跟男配角這兩個大的獎 這家導演有沒有錢 獎金 金馬現在都沒有 是 這樣子喔 這是個榮譽啊 是嗎 榮譽應該要給點獎金耶 我都覺得有些人好需要鼓勵 真的嗎 那大家可以多多報名台北電影獎 好 台北電影獎有錢的 可能我很希望說不要得金馬的台北電影獎 有這種人吧 沒有 那我想請問國際影展有沒有獎金 這要看 例如坎城或柏林 基本上那些的榮譽是更強烈的 所以沒有人會在意那個錢 沒有歐元 好 本週的第六名 這個也告訴大家 就是如果你連這個剛剛老狐狸 是沒有入圍到最佳劇情片 那這一部呢 是第六名是連入圍都沒入圍 也不要氣餒 不代表你的票房不會贏過那些入圍的片子 這一部就是個實例 他片名叫做車頂上的玄天上帝 那這個很好玩的是車頂上的玄天上帝呢 他是跟這個侯孝賢長期合作的這個美術指導 黃文英擔任導演的第一部電影 那所以黃文英可以等於說是侯系人馬 他的弟子嗎 對 弟子 老狐狸的導演蕭雅全也是侯孝賢的弟子 今年都致敬侯孝賢 對 雖然他可能不能再拍電影了 但是他的弟子在這個台灣影壇發揚光大 那這個車頂上的玄天上帝 為什麼會賣作比那些金馬片都好 也不會很奇怪 因為他的主角就叫做林依辰 周愚明 阮晶天 張孝賢 這種卡司怎麼會沒有人想看呢 都是大卡司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第六名車頂上的玄天上帝 那第五名我也佩服 那這個片子呢 他已經上榜上了好幾個禮拜了 但是他在榜上一直都是優先場 他都不是正式上演 到底要優先到什麼時候 就是優先到這個禮拜為止 我們的12月1號今天開始 他正式全國大供應 那那片子會更好咯 就拭目以待咯 這個片子就叫做Big B.I.G. 那三個英文字母 那他這個是為德盛指導的新片 他的片子也很Big 在哪個地方呢 在他的片長兩個半小時多 那什麼樣的故事需要講這麼久呢 他在講五六個重症 比如說癌症啦 或者是一些這種 就是病得很嚴重的小朋友 每一個人家裡有不一樣的故事 那總共有五六個人 那可能每一個人的故事都很長 所以加在一起就是兩個半小時多 好 這就是Big 有一點像是以前的那種 例如那種 點燃一棵聖誕樹那種感覺 基本上在送暖之前 大家可能需要多買個兩條手帕或三包麵紙 大部分的人看完會需要 好可憐 好這個是第五名 本週的第四名 他這個也是最近很有話題的一部電影 但不一定是好的話題 這邊叫做驚奇隊長2 那他當然就是漫威的英雄片 那我們都知道超級英雄系列 就是疫情期間大翻轉 疫情之前是票房萬零單 出什麼賣什麼 疫情之後就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都覺得 這個戰力不知道打了多少折 那我在我們的今年年底之前 還有另外一部 這個是DC的壓軸英雄片 還沒出來 他會上演 到時候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超級英雄這個系列到底是 冷了嗎 冷了 累了 需要休息一下 還是說其實還大有可為 這個是本週的第四名 驚奇隊長第二集 本週的第三名 剛剛我們有講到說 感恩節的時候 歐美人士就已經不想上班了 但我們還是需要拿出一個 優秀的勞動楷模 就是我們的這位主角 第三名叫做 Taylor Swift Eros Tour 泰勒斯年代巡迴演唱會 那我們就要給泰勒斯鼓掌拍拍手 為什麼 因為他感恩節假期還沒有回美國 他仍然留在巴西 因為他在巴西要開六場演唱會 他只唱完了三場而已 還有三場在巴西 哇 巴西對他來講 真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耶 當然也是一個很難過的事情啦 可是還好是最後是很溫馨的結束 為什麼 因為他在巴西就是主要有兩個場地嘛 一個是在里約熱內盧 另外一個是在巴西第一大場 叫聖保羅 那里約熱內盧的時候發生了就是 因為當地的氣溫破紀錄高 有人說那一天場子裡面的體感溫度 是攝氏50度多喔 那怎麼唱啊 對啊就是說 所以說連他自己唱到一半的時候 都常常需要喘一下 就比如說喊暫停喘口氣喔 然後向台下的這個歌迷丟水瓶喔 其實這都應該全場砸水了 是那就是呢 因為就是因為熱到這個程度 所以有的歌迷在排隊 還沒有進場的時候就已經昏倒了 然後有一個是23歲的女生 昏倒了以後送到醫院 然後就已經來不及救不回來喔 那所以這件事情當然讓他很傷心喔 那後來呢他的剩下三場 在聖保羅的時候 他就有請這個女生的家人 一起過去到聖保羅 去看他的演出 對完成這個女生 沒有完成的一個醫院這樣子 嗯 就帶著他的照片去 沒有他們就是把他的照片做成T-shirt 然後穿著 穿著 對這樣過去 那所以呢 這個是泰勒斯年代巡迴演唱會 以上講的是 上呃 感恩節假期 那個時候在巴西發生的事情 那這部電影當然拍的是 他在美國的過程 那美國是10月多就唱完了 那據說呢 我們接下來這個片子呢 也會上串流 而且在串流上面 會有更完整的版本 就有一些那個隱藏的歌曲 他會把它放進來 本週的冠 第二名 第二名 好 那我們等一下再為大家來詳細介紹 好 亞軍來了 是 也是跟唱歌有關係 這一次呢 女主角跟之前的幾集女主角不一樣的原因是因為這一集女主角需要很會唱歌哦 所以要趕快找一個別人 這片叫做飢餓遊戲明鳥與遊蛇之歌 那這個是飢餓遊戲系列的前傳 所以是換了一批新的主角來演 那裡面當然比較的話題的就是我們的女主角 瑞秋賽格爾 為什麼 因為他之前是史匹伯利捧的這個新版西城故事的女主角 而且因為演這部電影就得了金球獎 他是墨西哥人嗎 不是哥倫比亞 所以是拉丁人 所以呢 哥倫比亞裔啦 他是哥倫比亞裔的血統哦 然後呢 在這個西城故事得獎之後呢 馬上接下來 因為我們知道西城故事是這個二十世紀影業的片子嘛 那所以二十世紀影業的整個大體系的迪士尼馬上就又繼續把他簽下來哦 給他更大的角色就是這個真人版白雪公主的女主角 結果很會唱但他的皮膚不夠白 所以這個問題就來了 所以就造成很多的爭議 加上我們知道現在的年輕女生都是很敢發言的 所以我們的公主絕對不會是乖乖的聽你批評的哦 他一定會把他自己的講法嗆回去 很嗆的 嗆出來了之後呢就招來更多的批評 不過還好 因為這一次這個飢餓遊戲明鳥與遊蛇之歌裡面 他大部分就是需要會唱歌 那他真的還蠻會唱歌 可是這一點沒有被大家罵到 這樣子我們也恭喜他 那在台灣的票房算不錯 在美國更好 因為美國是連續兩個禮拜冠軍哦 所以這個就是今天遊戲明鳥與遊蛇之歌 本週的冠軍呢 台灣的冠軍就是我們的另外一個哦 就是我們大家都知道說 大家很喜歡買手機最近出到第15代的這一家哦 他們的影音平台一直出了就撒錢拍好幾部大片 那以前的大片就是直接上這個串流 現在的話就是會在戲院裡面先賺一點你的電影票房哦 然後再等到他們覺得適當的時機再去上串流 這部的規模 他們都是用搶的15代還沒上之前就已經一堆人在外面排隊了 你說能不賺嗎 當然他超有錢可以花的哦 那所以呢本週的冠軍就是他們的最新大片叫拿破崙哦 那其實講片名大家也不會覺得說不知道在拍什麼 啊就是拿破崙的故事 所以呢這個就是我們本週的第一部大片 他已經在台灣冠軍了 那我必須說這個片子有一些讓人期待的地方 可是也有一些讓人期就超乎你期待 就不符合你期待的地方 超出你的預期 應該說不是好的 不太像我的預期 他第一本上為什麼 就是說當你拍拿破崙的時候 這個影壇裡面能夠拍這種題材的導演也沒幾個啦 所以說我覺得他們這一次呢也就是找了 大家都覺得應該是他的那一位哦叫雷利史考特 那我們當然知道雷利史考特就是最會拍這種大場面呢 古裝實施 這都沒有問題 那演拿破崙的主角 他像我們以前的丁扇喜嗎 天啊江泰 你趕快把這句洗掉好不好 我覺得你這樣子真的讓大家覺得老扣扣的 天啊 但我要講一個更老的名字 你要講一個比我更老嗎 我覺得不是丁扇喜 是誰呢 李漢翔 哇天啊 林青霞都要跟你致敬了 沒有啊 喔林波 林青霞的女扮男裝就是被李漢翔開發的不是許可 第一個找他女扮男裝的是李漢翔 紅紅夢嗎 沒錯叫金玉良緣紅紅紅夢 對 而且那天好像沒有剪到這一部 因為 為什麼 很簡單啊 因為這個片子 需要版權 而且再加上說他感謝了很多人裡面沒有李漢翔 那就不需要拉到這一部啊 要不然林青霞的這個演藝歷程這麼長 每一個都要感謝要講25分鐘以上 可是你有沒有覺得那天很多影人 我要插播一下 我發覺中外 感謝最多一個人那個人沒有到場 感謝侯孝賢 好多人都是在感謝日本的就兩個 感謝侯孝賢 大陸的感謝侯孝賢 馬來西亞的也是感謝侯孝賢 很簡單啊 你感謝他他聽得到啊 你如果感謝楊德昌的話 他也只能就是在天上祝福你了 對啊 那還是要感謝啊 真的天上聽得到 好那我們言歸正傳啊 那雷利神考特拍拿破崙 當然他裡面展現出來他最厲害的地方就是雷利神考特最厲害的地方就是他會拍大場面嘛 所以拿破崙在裡面呢三四場的戰役每一場都有他的特色而且都很好看 可是但是就有一個but這三四場好看的不得了 但如果只有這三四場的戰役的話這片子只會有40分鐘 因為也沒有辦法再演那麼多戰役差不多了 所以一場著名的剩下的怎麼辦一個多小時感情啊 拿破崙的情史不是傳言中的也很豐富嗎 所以這就是我覺得片子的問題來了 到底是文藝片還是戰爭片 他戰爭的場面非常好看 可是跟他的劇情呢是不太搭嘎的 就你感覺好像兩種類型的片子擺在一起 但是沒有融得非常的圓滑 這就是雷利神考特 然後呢另外一個就說他這一次也很難得的 就是演員都找的還蠻讓人期待的啊 比如說演拿破崙的雖然瓦昆菲尼克斯 其實不太會讓人聯想的到 而且很高 也不能說很高 但只能說大家的印象裡拿破崙要很矮很矮很矮 那玩瓦昆菲尼克斯當然感覺就是比較高太多 我覺得應該要讓那個眼魔界的 等一下看起來就不像耶 可是眼魔界的蠻符合的 眼斧沒有啊 只有身高可以 可是長相實在太不像了 沒殺氣啊 而且看起來不像怪人啊 也不怪 好然後呢就是拿破崙 那如果說演到拿破崙的 大家都知道說他的這個妻子約瑟芬嘛 那這一次約瑟芬找的對象也很好 就是我們的這個白寡婦 凡妮莎科比 那當然長得很漂亮 且會會演戲 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 感情對手戲這個部分拍起來就不是那麼讓人滿意 他們沒有火花 這個我覺得可能跟火花也不是也不也不太有關係 我覺得可能跟劇本取材的方向有一點問題 那所以就變成說拿破崙是一個該怎麼講 會變成我會推薦大家應該要看 但是看的話你就是去看那些戰爭的場面的精彩刺激度 但這個片子除了這幾場以外 他還有更多的內容 就是大家要忍著把他看一下 那就是各取所需 大家自己評估啦 畢竟他還是蠻長的 他畢竟是兩個半小時的電影 所以說 那但我覺得說他的這個大場面是真的拍的超好看的 雷史考特很厲害就是這一點 那你會看到他們這一次有這個突襲英國軍隊的戰爭 那當然還有最有名的就是拿破崙最後失敗這個滑鐵路的戰役 還有一場呢是在這個拿破崙的他的政治生涯上面很具決定性的一場 那一場是打到這個結冰的河上面打的這一場 喔那個真是好看的 你又可以想想看那個地方已經夠特別就是在結冰的河上面 那你要想辦法把他打破那個冰就是破那個冰然後人掉下去 哎呀有結冻欸 對但就是要這樣的沒有而且他這次拿破崙絕對是比較血腥程度比較寬一點點 他裡面第一個他的他其實第一段就是演這個法國大革命裡面這個馬利安東尼皇后被砍頭被這個斷頭台砍頭的那一段 那那一段裡面呢就是就有噴血了而且有那顆頭 所以他從那邊開始演過來 是所以說要讓大家知道說這個片子呢裡面的這個戰爭場面絕對不會像很多好萊塢大片就是可能為了分級的關係 也許你看到那個炸彈一直爆炸但就沒有一個人噴血或幹嘛的 這片是會有的喔 也不能說噴的很多但只能說一定有噴喔 那你絕對會注意到他有噴這樣 他那個外景是在哪 外景的話好像在歐洲 我覺得應該會有俄羅斯的感覺 現在你還能去俄羅斯拍片嗎 大家請用腦袋想一下 請不要這樣好嗎 能去嗎 你現在去俄國拍戰爭場面你根本不用拍了好不好 你直接可以記錄下來 架一個攝影機就拍了 是就是紀錄片 他不需要這種劇情面 所以當然不是在俄羅斯各位 然後所以呢 這個電影呢 我們本週要給什麼樣的單位 我覺得耶誕樹還是太早了 是 對而且我們即將要去歡度聖誕節的 地表最強的金馬影平后平原 迪亞 平衛迪亞 所以我們現在要給 我覺得不能給聖誕樹 因為我們畢竟還要有好幾個單元要推薦的 好幾個月 所以好不好好幾週 所以我覺得要給這個 就是12月1號開賣的福袋 對499福袋 好那我這個拿破崙的話呢 我覺得我覺得我還是這個片商 仍然是我 我仍然是片商的好朋友 因為我福袋竟然要給到3.5個 原因是因為他本來差一點就要4個福袋了 但被他的不是很成功的感情戲給弄垮 所以變成就3.5 其實我覺得不難 本來想扣到3的啦 後來想想那個戰爭場面實在太好看了 所以覺得不行要加一點回來 而且我覺得要感謝有這樣的導演 其實因為你要知道就是可以處理這麼大場面 就像你講的 沒幾個 真的沒幾個了 我也希望說導演下次是不是可以把編劇換一下 好不好 我覺得這個編劇 其實沒有大家想的那麼多喔 因為這個片子有消息出來說 他們如果要去角逐奧斯卡的話 凡妮莎科比白寡婦 他會抱的不是這家女的角 是這家女配角 所以他的戲份本來就已經不是想像中那麼多了 依然能夠在不是那麼多的戲份裡面 讓人覺得好像有加強的空間 但不是他的問題 我覺得就是編劇跟 你真是替他講了很多 沒辦法 他是影后 威尼斯影后 你真的幫他講了很多話 不行他就是威尼斯影后 他的演技絕對沒有問題 這麼厲害的演員 他絕對不是他的問題 一定是編劇沒編好 導演沒拍 請大家進戲院評評裡 OK 我們就是給3.5個福袋 是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要看完了這個西方的大導演 我們當然要回來看東方的大導演 可是問題是東方大導演這次拍的還是外國片 但是就是很巧妙的 這個片子從片名到內容都非常的一目了然 這片叫做無聲夜 Silent Night 那大家當然會想到這次可能就是跟聖誕節有關係 也沒錯 那我們當然知道說歐美可能 驚悚的嗎 不是 聽起來有點驚悚感 不是啊 不是 動作片 那這個大家都知道說 我們的這個東方影壇最會拍動作片的某一位導演 這個也只能說如果他再不拍動作片的話 我們也不知道後面還有誰 可以打進歐美影壇的 沒錯就是吳宇森 吳大導演 那他當然也已經好幾年沒有拍片子 所以這一次一拍就是火力全開 那我必須說 這一部片大概是十年來 他的電影裡面可能最暴力血腥的一部 叫做無聲夜 那這一片呢 為什麼說很顧名思義的原因 是因為這一次 就很多人都說吳宇森其實拍好看的是他的暴力美學 他的動作場面 劇情大家可能比較不需要那麼在意 那可能也有人覺得他以前的片子 也許對白也不是特別的出色 料理的不是很好 所以這一次呢 他完全把這些東西就丟掉了 這部片子裡面幾乎沒有對白 沒有對白的原因為什麼 是因為我們的主角他就不能講話 那我們的主角不能講話的原因 為什麼是因為這個片子 最剛開始的第一段 就讓你看到說 一開始就有動作了 沒有說還有在醞釀 沒有廢話 沒有任何的廢話 一開始你就可以看到 這個主角呢 他是穿著那種很醜的聖誕節毛衣 因為我們知道歐美到聖誕節的時候 大家都有這種習俗 就是要穿那個很醜的很慫的毛衣 就是紅綠白衫在一起的 可是你就看到這個人為什麼 一路在街上狂奔 而且他穿著這個毛衣上面還沾血 然後呢 不是聖誕紅 不是有血的紅色 後來你才發現說 原來在這個佳節期間 他碰到了一件非常傷心的事情 就是他的兒子死了 而且呢他非常生氣的是 他要去找造成這一件禍世的兇手 但沒有想到喔 那一些流氓也都很狠毒喔 所以第一段一開始就讓你看到 男主角被他們搞到變哑巴 沒有辦法講話 沒有復都青年 呃等一下才有復都青年 現在先無聲夜 然後呢 所以呢 這個男主角就不能講話了以後呢 而且他的那個不能講話是 就是喉嚨這地方被弄受傷 所以那一定是有噴血的 警告再一次警告大家 這一次真的還蠻多 想看什麼血都有 溫暖溫馨的12月 是沒有辦法 但吳宇森的片子 就是這種暴力美學才是他的特色喔 那所以呢 男主角喔 如何以一個被打到快勝半條命 又失去自己講話的能力 然後要想辦法把自己武裝起來 把自己鍛鍊成一個戰力驚人的人 然後去想辦法找這些殺死兒子的流氓 把他們這個全部都 在他們身上討回公道 復仇 他甚至於做這件事情的結果 是導致他自己的婚姻也破裂 然後他老婆可能就是到最後 也沒辦法跟他在一起了 所以我們這部片子呢 因為以前 吳宇森電影裡面 大家也很少注意到 女主角的表現啦 那這部片子也差不多 就大概演到一半的時候 這個女的 就回娘家了 然後大概也不太有什麼作用 那後面的男主角就開始 繼續跟著這一群流氓 跟著這一群惡徒去火拼 那當然 復仇之路是沒有那麼順利的啦 因為如果說他這麼快就把這些人 全部殺光的話 這片子也沒有辦法吸引你看到最後 那這個時候呢 當然吳宇森電影裡面 一定會有一個橋段 就是會有一些 就是你不知道 他到底是你的敵人 還是是你的朋友的人 那裡面也安排了一個警探 所以呢 這個警探他就會懷疑說 那我們的男主角 到底是不是也是惡徒之一呢 還是說可能有什麼別的引擎喔 這樣子 演員是 呃 只能說 這一次吳宇森拍的片子呢 是不是那種特級大成本的製作 所以呢 找的演員可能都是 台灣大家可能不是 那麼叫得出名字來 但是你絕對在電影裡面看過他 看過這張臉 你不一定叫得出來的名字來 但你一定看過這張臉的人 那我們的男主角 比較有一點名的作品是 就是新版的機器戰警 但那個也是 六七年前七八年前的事情了 那再說機器戰警這個片子的最大特色就是 真人露相的時候都很少 因為大部分都被那個機器面具給遮住了 其實我們的男主角是一個 美國跟瑞典混血的帥哥 好吧 反正重點就是不是在人的長相 不會其實我覺得男主角是蠻帥的 但這一部片子裡面他也不太講話 因為他沒辦法說了嘛 所以全部都是用打的 就打出一堆血這樣 我覺得這給編劇令屁吸盡了 也就是說當你不是很想寫對白的時候 就只要去設計這個動作橋段就好了 吳宇森多年後的神作也是暴力美學 暴力美學 然後這次男主角就是美國跟瑞典混血的帥哥 喬爾基納曼 然後呢這個我覺得在裡面幾乎吳宇森 所有的註冊商標都有回來了 你要看到有鳥飛起來 有你要看到有人兩手拿著兩把槍 這一隻手拿一把就這樣子雙槍出來也有 披風呢 有 我們男主角也有穿 我們的男主角也有 然後呢這個男主角跟這一個我們的警察 兩個不曉得對方是敵事 有互相拿槍指著彼此的這種 也有都有 想看的都有 變臉沒有 變臉的話大概比較不太適合在這個片子裡面 因為男主角再怎麼厲害也沒有那麼高科 所以他的一些元素都回來了 都回來了 而且呢這一次真的是打得很火很熱烈 那所以呢因為劇情其實很簡單 可是動作打得非常的輕 非常激烈 那所以呢這一次呢我們也是給一個鼓勵性的就是3.5個福袋 那就是大家想要再看吳宇森殺的刺激的片子的話呢 無聲夜 你可以考慮一下 好好把握機會 畢竟他很久才拍一部 希望他接下來不會那麼快不會那麼慢就會又再有新的片子 好 最後呢我們仍然也要來講到的就是呢 江泰剛已經先幫大家破梗 就是說我們也要來討論一下我們今年的最受矚目的金馬影帝男神大戰最後的勝出者 哇 而且也是被我們的李安導演稱讚到不行喔 就是說因為呢李安是說他的母親是有教過一些特殊的學生就是那種聽障喔 然後可能就是這樣子的學生 特殊教育 對所以說他其實很熟悉就是那種聽障的人士他們一些動作表情 結果他看到我們的這位影帝喔 在裡面的演出覺得幾乎是看不到破綻的很厲害 其實手語非常難學 是 大家知道你看我們講話這麼快對不對 可是你如果當你把你的講話音速跟手速 是 這個非常難 而且不要忘了 對還有表情 所以呢 當這個所有五位的這個主影帝播放他們入圍短片的時候 其實金馬獎也算是非常的聰明啦 為什麼 因為這個電影剛剛好這一段就是非常明顯就是他演最好的那一段 剪 你要剪短片就是把這一段拿出來放 大家都會覺得得獎很有道 所以我在想評審到底是 真的有看完這五個人從頭到頭演 當然有 還是只看15秒啊 我真的在侮辱評審對不起 你真的侮辱他們 我對不起對不起 而且我覺得你真的是懷著非常有問題的心態 你這樣子真的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 不要不接受這個結果 他們每一個不但都看過 還每一個人都要被點名出來講你自己的想法 所以你這個東西能打混嗎 好請問一下這個有爭議嗎 我在想這五位演技 哪裡有任何的爭議 應該沒有爭議 大家請看一下 我們搬出來之後的網路討論 哪有人說有爭議 我跟你講很多評論都說看只看應該是十幾秒對不對 好像寫了十幾秒 他說都沒有看劇情喔 看那一段就哭了 對那當然 太強了吧 這一段真的 基本上我們看完一整部的 我們就覺得整部片子裡面 那一段真的是 就是我們影帝的得獎場 大家都知道說這一場絕對會幫他拉很多分數 那其實很好玩的是呢 其實我們必須說啦 我們也不要繼續賣關子賣到現在了 那剛剛江台就已經破格 我們最後一部就是要講復都青年 就是我們今年武康人得到這家男主角 金馬獎的這個影帝榮賢的這部電影 馬來西亞的片子 是而且是在馬來西亞拍的 那所以呢 他是到這個吉隆坡附近 因為復都青年就是講復都這個地方 其實復都這個地方 他真正的中文應該是叫做半山巴 那可是他的這個馬來語的發音叫鋪毒 所以他像 而且他裡面有一條復都路 所以說我們知道復都青年 他其實就是在吉隆坡東南方有個叫半山巴的區域 我們一直有復都飯店 你怎麼講沒兩句就想到吃 這復都飯有烤鴨嗎 沒有 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在裡面 但不過吳康人在裡面 真的跟秦淚也有蠻有關係 因為他白天在市場賣雞肉 所以就殺雞捅雞屁股這種 所以這是馬來西亞一個省 還是一個市 不是他算是吉隆坡東南部的一個區 但是比較平民的就比較貧窮 然後比較不是那麼好的一個區域 那這個吳康人在裡面也 看了馬來西亞的電影 看到現在你會知道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如果你真的有看馬來西亞的片子的話 你都會知道這個東西 所有東西都可以弄丟 這件事情絕對不可以 叫做出生證明 馬來西亞叫做馬來西亞人 這個東西叫報生紙 報生喔 報就是這個 我們去申報任何這個資料的這個報 那生是出生的生紙 就是這個白紙的報生紙 每個人都會有這一張紙嗎 這一張超重要的 你如果把它弄丟了 你很多事不能做 因為你很多東西不能申請 證件也不一定能辦 身份證是不是要用這個辦 要辦 他沒這個 他是什麼樣的群人 吳康人 他裡面的角色就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他的身份就是什麼東西都辦不下來 那你如果證件辦不下來 你很多事情都很不方便做 比如說你也不是很好找工作 你什麼東西都沒有 也不能開戶啊 是 然後呢 他的這個弟弟就是在 這一次入圍男配角的陳澤耀 他們兄弟兩個都在這個地方討生活 那弟弟就跟他不一樣 因為哥哥是聾養 不能講話 然後 必須要靠這個手語去跟人家溝通 那一般人也看不懂手語嘛 對不對 所以說等於說他幾乎是沒有辦法跟外界溝通的 那這個弟弟呢 就是這一個很健全的人 而且這個弟弟是那種比較 比較誇 比較會鑽小漏洞啊 小聰明的那一種 那這一對 這兩個兄弟他們的生活呢 就是整個騙子的重心 那到最後影片中段發生了一件意外 導致了最後可能是一個 不是讓人太開心的結果 所以說我們才會看到有無康仁的那一段 大家看都覺得很感動的戲喔 那可能是他快要到某一種處境之前的那一種呐喊 結果有個問題就是說 馬來西亞他他為什麼會有這種沒有出生子的 他們是屬於難民呢 還是黑 不是不是不是 為什麼他會沒有 一般人都很重 因為那個劇情也有講過說他小時候家裡有發生過火災 所以呢可能就是在那個時候呢很多資料都不見了 好 重點是呢富度青年喔 基本上是一個很感人的片子呢 那無康仁的演技也不錯 所以說我們也是給3.5個福袋 大家可以去好好欣賞一下他的演出 我相信大家應該在這個週末都會跑進去看這部片子 好謝謝低安